就是聽說外科醫師開刀都不穿內褲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其實我有穿啦 這個節目是 我們會提供的贊助員提供的 把生活想成屍 讓心靈更舒適 歡迎收看 Ariel聊心事 哈囉大家好 我是Ariel 最近醫護人員很辛苦 那醫護人員這個大家聯想到第一個 應該就是白衣天使啊 白袍啊等等的形象 其實白袍大家就會覺得 嗯好像很神聖又很神秘 所以本集就邀請到 黃玉豪醫師跟賴雅維醫師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很多在行醫上的經驗 大家好我是醫生美學診所院長黃玉豪醫師 大家好我是整齊外科賴雅維醫師 維維醫師 我們現在就要來開箱一下現場兩位 兩位醫師現在非常害怕 開箱一下白袍 就是這麼多的口袋的設計之下 到底可以藏了什麼東西 而且到底多重 我們可以請黃醫師先幫我們 就是掏心掏肺的 掏出所有的東西 我自己是有一點這個 Control Freak 然後又很怕忘記帶東西的一種個性 所以都覺得那個口袋一定要夠多 我所有的東西會用到的 一定要裝在我的身上 所以最基本的 你可能每天都需要配戴一條聽整器 那這個聽整器就是聽呼吸音 聽心跳都可以用 那還有很重要大家看電視劇都有的 就是要有這個手電筒 要照這個瞳孔大小的 看看患者的意思好不好 衣服最重要還要有這個厲害的內袋 比如說內袋就可以插一些筆 或者是偷藏一個錢包等等之類的 就是保護在胸口 不會被別人偷走這樣子 紫白買小飲料 重點來了 口袋一定要夠大 餓補的時候都要有一些口袋書可以 比如說有一些像這樣子 這麼大本的筆記本 或者是一些小抄 不然常常會被那個學長點啊 都說昨天怎麼沒有背東西 那第二個是 我還有經過那個PDA的年代 會不會揭露一點年紀 不過現在都變iPad了 所以現在這個口袋真的要夠大 連一個這個iPad mini都要下得去 對不知手機連平板都進去了 所以常常以前有時候很好奇 就覺得說奇怪怎麼回家上班都腰痠背痛 其實今天也沒做什麼事 原來這一件衣服 大概裝了大概起碼三公斤有 就是負重三公斤在上班的 對每天都在做重訓的概念就對了 OK 接著呢我們就來看看賴醫師的 桃子裡面都裝些什麼 我覺得BIPPO還有一個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讓女醫師看起來很有說服力 然後也要很美觀 第一個簽手術同意書的時候 一定要有自己配色的筆 除了粉紅色之外呢 橘色也是我的愛色 非常有個人品味 身為外科醫師 手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醫師袍裡面一定要有這兩樣東西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常常要清潔手部的酒精 第二個身為女生 手部保養的護手霜要有 要非常creamy 那我們口袋裡面呢 一定要有一個智慧型的手機 那手機可以幫我們插很多很多的資料 就不用這麼的笨重 帶了那麼多的書 這麼多就是厚重的東西 不自分放在頭袋裡 其實克萊希醫師跑 也真的是提供我們很多需求 不管是像黃醫師那樣 裝一頭拉骨的東西 OKOK沒有問題 看起來還是像是韓劇一樣的明星 沒有問題 或者是要像賴醫師這樣簡潔 也是看起來很乾淨美觀 像以前啊醫院啊 都不然會配吧 類似像這樣子的 實驗衣 看起來就很像實驗衣的 然後又很容易皺啊 口袋又不夠大 後來啊 又在網路上查一查 才發現有類似像 真的有像這樣子品牌的一個 克萊希的醫師服 那這個醫師服其實 他自己就會在網站上 介紹很多使用的東西 就是口袋寬 然後深度深 又完全是針對一個醫師的需求 去開發 後來就真的自己掏了藥包買了一件 然後還蠻開心的 OK這個內袋的設計 真的很像一個量身訂做的西裝 非常輕薄又好看 所以對照齊剛剛講的那個 真的不知道你是主治醫師 還是實驗學生 要做青蛙穿刺這樣 剛剛那個真的是一個 剛剛那件衣服真的還蠻 明顯差距 蠻像做那個青蛙實驗的時候的實驗衣 然後就趕快收起來 然後讓大家看看我以前的 就變了很 Clementine 對 還泛黃 不止泛黃 然後短版 然後裡面都是 雖然放書 對 但是會走 變得很垂欸 對 這樣子就算有功能性 也不OK 因為專業度整個大大的口 在清洗上面 就是我們工作上面 已經非常的忙碌了 然後你要讓就是 自己看起來乾乾淨淨 要有專業度的話 白跑鞋是一個蠻重要蠻體面的外套 外套 對 哇塞 那其實免燙 對於外科醫師來說真是一大福音 就已經手術時間過長 還會在那邊燙衣服 那會很厭世的 Ariel這邊就有一個好奇了 就是很多醫師跑的設計 好像不是短的就是氣氛秀 我好像沒有看過長的醫師跑 想要問兩位醫師 就是在臨床經驗上 就是長袖是不容易工作嗎 還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常常要不斷的 戴手套 脫手套 然後可能重施一些換藥 或者是屏股傷口的動作 那你如果繡長很長 像一般的襯衫到虎口 你要一直在那邊拉 勾到就算了 有的時候還用一堆血阿龍阿等等的 趕快自己的襯衫 又要趕快拉起來 很緊張 對很有畫面 對 所以其實你在 這個醫師跑的設計 其實有一個很重點 就是讓你在救手 伸出去的時候 它就自然幾乎已經是 八九分繡的長度 那這樣子是剛剛好 就是讓你戴手套 都是屬於一個 很無菌的狀態 那甚至如果說你要 從事更長時間的一些傷口 或者是患藥的工作 這個還蠻好的 就是說它還可以給你有一個 還有反折 反折 跟西裝一樣 對 然後它這邊還有這個 扣子 可以讓你這樣折起來 很有設計感 然後讓你自己 雙手可以騰出來 不需要一直去擔心這個 繡長會回到什麼 正義 而且我們手足在彎 在做一些就是 幫患者做一些治療的時候 不會因為你穿得很體面 或穿得很專業 影響到你真正執行業務的 就是方便性 喔 OK 所以人家常說 玉與熊掌不能兼得 但這件看起來是兼得了 還不錯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黃醫師的手 就是捲起來 其實非常有造型 而且可以讓他們在工作上 就像賴醫師講的 就是升職之後再做一些操作 就是還有專業性 這樣的品牌 其實應該是非常罕見 在怎麼樣清洗的狀況下 又可以爭取美觀呢 這個我還蠻好奇的 多半以前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可能每兩週啊 可能會送一次被服飾 有的時候好一點 它還會幫你探好 然後就覺得比較體面 但是有的時候 然後它沒有探好的時候 材質就很重要了 你可能需要有那個 抗皺的材質才不會 欸來 又想要再幹嘛 再去洗一次 要不然 又整個看起來就很重 那像我自己的話呢 有時候會對就是 白跑的乾淨度比較要求 那有時候會自己洗 整個洗衣機裡面 就只洗這一件 那洗完之後呢 要怎麼樣暈燙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不然有時候呢 洗完沒有暈燙 會像 鴦腸 湊成一團 對 看起來也沒有乾淨的感覺 是 所以其實 比較好的材料 跟比較好清洗的材質 一直是我們 就是醫師跑首選的重要 不只香香的 還要體面 好像看到手術室外面走出來的醫生 很多都會是穿藍綠色 這也是為什麼呢 那請兩位醫師一起跟我看一下 這一張圖卡的紅色 上面的黑色圈圈 那要麻煩看一次看30秒 非常非常仔細看 全身灌注 對焦在這個圈圈上 好的 那再麻煩快速幫我移到這個 這個上 醫生們會看到什麼東西 我看到一道光 一道光 有一個綠的光影 綠綠的光影 對 有一道光 這張圖就讓大家去知道說 其實手術醫師 他們需要在過程中 盯著紅色的鮮血一直看 那看久了其實 大家知道那個敏感度會下降 那敏感度下降的過程中 就會讓他對於 紅色的辨識力下降很多 甚至為什麼會看到藍綠色呢 那其實做事久了敏感度下降 手術的風險就會提高非常的多 紅色的護補色就是藍色跟綠色 大家一定有開始想到說 啊對對對 手術服其實真的不是藍就是綠 希望大家不要有這樣的經驗 他在上面都是蓋什麼顏色補 藍綠色嗎 綠布 那讓大家其實在那個 視覺的敏感度上升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在大腦會解讀 為一個後向視覺效應 這個東西就是護補色 那這個東西 我們如果可以用這樣的色彩 Bias去避免的話 其實會讓整個手術過程中更順利 也就是說醫生在開刀的過程中 他會非常非常專注 就是在醫院也會很常看到 刷手的部分 那其實醫院常看到是藍綠色 現場兩位醫師穿的 其實是蠻不一樣的顏色 因為克萊西其實有提供 除了藍綠色以外 很多像木蘭底色系的啊 淺灰色啊 淺卡其色啊 橄欖色等等的 心理學其實告訴我們 一個人如果在他的穿衣上 讓他自己認知到 他是專業的 是有能力的 其實他在做專注力的事情 那個效能跟他的成效都會提高很多 那我想要請兩位醫師分享一下 你們對於這個刷手服上的使用心得 以前這個刷手服 多半我們是把他認知在開刀房裡面 就是說你今天 從外部場域 進到一個無菌控制的一個場域 你可能要換一個 不同認濕的衣服 比如說藍色啊 或者是綠色 然後進行完開刀之後就換掉 是 那現在其實已經被大家比較廣泛的使用 把他當成是一個工作服的概念 賴醫師的部分呢 第一個我覺得一定要能夠吸汗 因為外科醫師有時候遇到手術啊 容易流汗 或容易會有味道 又不好聞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褲長還蠻重要 怎麼說 因為有時候有緊急的事情 可能說你會需要跑 所以我們就是工作服一定要是 就是有彈性是舒服的 緊急狀況的時候 可能能夠很好 然後能夠做擠袖 那除了好看之外 好穿之外呢 使用性延展性是蠻重要的 就是聽說外科醫師開刀都不穿內褲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我覺得 他真的是個都市傳說 其實 我有穿啦 你有時候開一些燙傷的刀 你為了照顧病人的體穩 你其實室內會開很熱 那我們就會發生一個叫做 開刀開到內褲都濕了 的狀況 其實為了照顧病人的狀況下 溫度很高 醫生整件褲子都在滴 整件褲子都濕了 整件都在滴 但是其實你不穿內褲 其實也不好 就是有的時候 你真的沾了血 他會透過很多層 你還是有一個阻隔 是好的 內褲也是一個感控上的一道牆 那我記得有一次非常有趣 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手術 是第一助手 當時我就不小心流汗了 這時候就想起白色巨塔上面的 那個擦汗 很帥 然後他各人就抹汗 然後我就瞄到旁邊一個 看似年輕的就是醫師 大喊了說 決定擦汗 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呢 一個資深的不理師就跑來跟我說 你知道剛剛那位 是某某醫院的主任 就是誤以為就直接讓主任擦汗了 好的 那克萊西其實他的材質 除了360度的伸縮機 然後他就很強調透氣 輕盈跟瞬間吸汗 其實我想都對於外特醫師 有非常非常多的福音 黃醫師這邊在使用他們的刷手服上 有什麼心得嗎 其實之前穿他的刷手服 有的時候很尷尬 開完一整天的到下來要諮詢病人 防臭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下來 還沒來這集換衣服的時候 你可能全身都汗臭 會有種體育課後的可怕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他除了排氣 然後透風之外 他還有抗臭 其實也是蠻重要 所以他其實真的是穿下來 屬於比較不會 吸臭的這些刷手工作服 原來是這樣OK 我們很感謝黃醫師的分享 醫療人員工作時間 真的是非常長 從兩位醫師的分享 就知道手術時間很長 所以在醫療品牌上 這個服飾的選擇 其實真的 品質耐用又美觀 然後又抗菌抗臭 其實這樣的品質 真的是克萊希會是首選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也希望大家可以體諒 其實一個外科醫師幕後 其實是流血流汗流鼻涕的故事 其實非常辛苦的 那可以對他們多一點 尊敬跟包容 看到這裡的觀眾朋友 一定對於我們剛剛講的白袍 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奇 那現在就可以邀請大家 到美一志的粉絲專業官方網站 去參加工作中的小確幸 這樣子就有機會參加活動 得到克萊希醫師袍一見喔 一直流鼻水 然後因為戴著口罩 然後手又是無菌 完全不能碰上面的東西 鼻水從那個手術口罩旁邊 快流出來的感覺 直接變阿達耶 甩起來耶 對對對 然後就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